欢迎收看新闻360 带你360度掌握时事焦点 我是主持人萧乔云 中国湖北日前举办了一场世界搏击争霸战 参赛的选手分别来自日本跟中国当地 原本说好是以拳击的规则进行 但比赛的时候 中国选手却使用了搏击的爆筛动作 让日本宣布退赛 而被质疑临时更改规则 中国的选手玄武却还在网络上放话 中国打日本需要规则吗 并且骂那些批评他的网友是汉奸 日本的三大拳王对此事都集体表示不满 认为玄武犯规伤人 而中国搏击圈的解说员 也刺着玄武毁了体育的信誉 却用爱国包装自己 我们请专家分析 这场赛事最大的争议就是 裁判开赛前被口头告知 可以允许爆筛 却没有跟日本选手沟通清楚 这阵势对中国在国际上的体育信誉 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请看记者吕月琪的采访报道 全球场上只见中国选手把人狠狠抱起摔到地上 场上被迫以头部着地的是日本选手 就是这项致命性的倒栽从违规动作 让日本选手受伤并且决定退赛 这是18日在中国武汉的一场全球表演赛 由中国选手玄武出战日本银亮级世界拳王木村祥 没想到比赛才刚开始 中国选手就多次违规 扫踢爆摔各种危险动作统统上演 这样的夸张行径让裁判看了只摇头 他本身算是这种散打运动员出身 会有一些踢技或是摔技的动作 但是这些散打运动员 其实他本身绝对可以限制自己的技术 直打拳也绝对没问题 就不会说什么 因为他习惯动作就是要做这个 有消息指出开赛前半小时 赛会才口头通知比赛允许使用摔靶 但却没有说明摔靶要求以及限制 但从木尊祥团队的反应 显然他们认为表演赛还是采用标准的拳击规则 规则不明加上双方拳手的比赛量级也不同 其中暗藏巨大风险 对群伟来说要把木村祥做杂摔 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 尤其是木村祥他也不擅长做抗摔 毕竟拳击技术是完全没有摔法的一个技术动作 他这个摔的落地的模式 摆明就是要让对手的头直接插地板 这种倒栽冲的方式会容易伤害到对方 甚至是脑震荡等等 一个风险都会很高 中国拳手刻意违规 被谴责是用爱国包装自己 为了出名炒作民族情绪 而日本媒体也炮轰 是不是为了取得胜利 顽固这位日本英雄的生命安全 就连中国搏击界也看不下去 大骂这是2021年度最丑陋最恶心的比赛 拳武他不是一个真的专业的一个搏击运动员 等于是他的收入啊 他的商业模式就是 把自己当一个网控在经营 他没有在管搏击业内的这些专业人士的一些感受 他等于是利用这一次炒作拉抬自己的知名度 然后炒作一些民族的氛围 但是他是伤害了整个拳击或者是搏击圈的专业性 其实中国好几万个专业的拳击运动员 你说这是拳击吗 围鬼丑闻重创中国全级的专业形象 专家认为大部分中国全赛是正规办理 但是类似的网红俱乐部举办的赛事 采用的是非正规的比赛规则 这样的赛事其实不在少数 比赛在中日两国引起热烈讨论 穆森祥在推特缓甲表示自己的伤势并没有大碍 希望大家不要因为这件事讨厌中国人 高EQ的回应赢得一片赞赏 反观因为一场赛事重创中国全赛信誉实在得不偿失 记者李月琪采访报导 玄武的爆摔行为被网友跟圈内人士认为是犯规 更重批玄武是中国搏击的耻辱 中国网友更直接说 玄武诠释了卑劣两个字 也有网友回呛 在国际上抹黑侮辱中国人形象才是真正的罕见行为 中国搏迪圈的评论员也回应 全台上倒下的是日本的牧村乡 但全台外倒下的是数以十万计 中国赛事人所建立起来的信用 若对这一题有什么想法 也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 新闻360我们下期再会 等一下先别急着关掉 记得让我们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更多新闻议题